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内的兄弟姐妹 现在让我们恭听天主的圣言 恭读圣保路中途指 哥罗斯文书 弟兄们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 你们该思念的是天上的事 不是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 当基督 我们的生命显现时 你们也要和他一同 出现在光荣中 因此 你们要置死于地上的肢体 例如 淫乱 不洁 邪情 恶运 和等于偶像 崇拜的贪心 由于这些事 天主的义努 才降在悲逆之子身上 你们从前 在其中生活时 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但是 现在你们 该解决愤怒 暴力 恶意 狗骂 和出于口中污秽的话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 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而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消想 而更新 以获得知识 在这一方面 并不分 希腊人 和犹太人 受歌顺的 和未受歌顺的 野蛮人 和树体雅人 奴隶 和自由人 只有基督是万有 并在万有之内 上族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族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上族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我要日日歌颂你 赞美你的圣名 永不停止 上族伟大 其堪赞扬 他的伟大 不可测量 上族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上族愿你 创造的一切 都称赞你 愿你的圣徒 同生赞美你 讲述你 王国的光荣 传送你 行事的威能 上族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使世人尽知 你的威能 和你王国 伟大的光荣 你的王国 永世长存 你的王权 万事无疆 上族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主说 你们要欢欣 永远 因为你们 在天上的散报 是丰厚的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 归于你 耶稣举目 看着门徒说 你们贫穷人 是有福的 因为天主的国 是你们的 你们现在 饥饿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 将得到 保育 你们现在 哭泣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 将要欢笑 世人 为了人 子的缘故 恼恨你们 拒绝你们 并且以你们的名字 为可恶的 而加以辱骂 诅咒 你们才是有福的 在那一天 你们 欢喜 踊跃吧 你们的散报 是天上 是在天上 丰厚的 因为 他们的祖先 也这样对待过 假先知 但是 你们 富有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 你们已经 得到了 你们的安慰 你们现在 保育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 你们将要 饥饿 你们现在 欢笑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 你们将要 痛哭 众人 都夸赞 你们的时候 你们是有福的 因为 他们的祖先 也这样对待过 假先知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相信许多人 都曾经想过 这个问题 我们是为什么而活 我们华人 有一句话 就是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这也就是说 我们要为自己的利益 而生存 可是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 为了自保 而不择手段 甚至做出 伤天害羽的事 但是 在今日的福音中 耶稣 却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人 是有福的 你们现在 饥饿的人 是有福的 你们现在 哭泣的人 是有福的 而且 耶稣还说 当世人为了人子的缘故 恼恨你们 拒绝你们 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 并加以辱骂和诅咒 你们才是有福的 这根本就是 是与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的 话语 背道而驰 的确 耶稣正是在教导我们 如何在困苦中 仍有希望 并且提醒我们 身为他的门徒 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 也是为造福周遭的人而活 我们的周遭 必定有生活贫困的人 有受权柄迫害的人 那耶稣这番话 不只是为我们 信徒带来希望 也给许多 生活在阴暗中的人 带来一丝的曙光 这便是天主真正的喜乐 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日让我们去传播 这个永远的喜乐 只有天主能赐给我们的喜乐 我们以爱得去对待周遭的人 让周遭的人 因我们而感到欢乐 而得到天主真正的喜乐 当然今天教会 也庆祝金口圣诺望的纪念日 他当时虽然是主教 可是他为人很谦卑 从来不以名利 去巴结别人 他被称为金口 是因为当他讲道时 是充满了圣神的 也因为如此 许多人在听到他所说的真理时 有的被感动 也有的开始厌恶他 但是金口圣诺望 就有如过去的先知一样 说出事态的真相 与天主的真理 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就求 圣诺望为我们众人转求 让我们也能不畏惧地 把天主的真理发扬光大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的心灵同在 愿全人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向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天主 感谢天主